因为我也曾经被一个经纪人讲过说 你要不要转行 一来是你的身份 二来是你真的长得 很普通啊 太美好是你长得太特别了 那可能真的不是业主人会喜欢的位置 跨业性别梦想成真 我是主持人艾莉 今天我们请到我们跨性别的明日心 谢嘉诚 大家好我是王仁七正妹 Mia Hoxino 谢嘉诚也是AKA牌球美少女 我想帮姐妹们问一个问题 那有很多姐妹她也不想住酒店 她也想要当演员想要当模特 你当初是怎么入行的 我大学认识了一个体育用品店老板 他找我打牌球 他就说Mia你要不要来帮我一下 我们业绩制 然后你帮我带动牌球的生意 然后跟客员 那我就进去那一座 他对我很好说我一座做五年 然后这故事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的客人呢有一个退休的老板 那老板退休的时候没事之后干嘛呢 学摄影 就开始参加一些外拍团啊 啥啥啥之类的 然后看上了我们老板的女儿 OK 很漂亮很漂亮 但是呢我们老板女儿跟她讲说 不要拍我真的很怕劲的 不然我们介绍你这个团的 还把我推出去 然后在那个都是 大家都还在这种 然后还在这样 这种 然后还这样的 等那种的时候 我已经是在地上 已经是各式各样 辣的 然后就是第一场外拍我是爆吻 就是这个路线的 然后就说干 什么有那个 雪片般飞来的邀请 什么意思 这些脸书的好邀请是谁 突然才知道说 有人把我的照片贴上 一些分享的社团 然后大家觉得哇 杀出一个完全不同类型 风格的人 然后才越接越多 那我还蛮好奇的 就是这样演员的薪资的 label是怎么算的 还是他是有一个 基本公开的价格 没有公开价格 但是就是 大家有不成文的 就是比如说你是小特 中特 小特是什么意思 就是特约演员 但是小的 那小特可能就是 画面拍得到你 但就过过场这样子 叫小特 然后中特可能就是 会有一句台词 两句台词 然后大特就是 你可能可以跟主角 对到性 那特约的话可能就是 你可能是 里面的固定班底 镜头不多 但就是 譬如说是主角的同事啊 这样看 你看韩剧 有些就是同事们 那种 那个就是特约角色 然后再就是 配角嘛 就慢慢这样子拍上去 最底层是什么 跑龙套 就跑龙套 最底层是跑龙套 我们现在不叫跑龙套 我们现在叫做 环境演员 为什么要叫环境 氛围的演员 是因为这很重要 没有他就觉得 你会发现今天 我们大家在拍戏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大场景 比如说在办公室 那可能有一些小同事啊 要经过干嘛干嘛 假如他太夸张 或是他假如就 站在那边 或假如他在就是 突然讲电话 就是你会出戏耶 所以其实大家很重要 因为环境演员要做的事情是 你能不能在那个环境的当下 做那个角色 投入 投入然后做的事情 就会让这一切变得很好看 好 所以最第一是环境演员 再来上来是小特 小特 配角上来是 就大概就是可能 男三男二 男一这样子 之类上去 然后最后再来是男主 对 这个蛮有趣的是 大家的心知就是看台词 跟曝光量 那以中特来讲 一场大概可以多少 有到万吗 还是十万 怎么看呢 没有吗 之前有跟我前年有去 我陪他去演过就是环境演员 有五六百加一个便当 到八九百一千加一个便当之类的 而且有时候 可是你是环境演员耶 人家是中特 可是环境 中特 你们差不了多少 差不了多少 所以你看就是台湾的 真的有一点 而且你知道台湾有时候遇到的事情 就是他们想要找眼睛好 颜值高 但却要用很低的薪资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道的经验是 心知的部分绝对是跟你的曝光度 跟你的台词量绝对有关系啦 当你是透约演员的时候 他只会看幕的次数来分钱给你 就是一幕就给你多少钱这样子 而不是你演这整部戏 不是不是不是 就看那一个班 一班是八小时啊 一个班 如果他有一个人牵了一个女二 然后牵完之后 然后开拍之后发觉 他演的不是我想要的感觉 那导演在这个时候 会去劝说那个女主说 你该怎么演吗 还是你要怎样怎样 通常这样讲是有用的吗 会啦 当然一定会去教学啦 一定 都已经选她了 真的不会到太差了 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不是一定有 只是大家有没有讲出来的 那有没有遇过那一种 我是有脚本的人 我是女二 你只是一个小特 怎么开始跟我讲话 哎呦 哎呦 茶水呢 我不敢说茶水 但是真的有遇过 就是 他的外在 形象跟 试一下就是这样 台面上会 很亲切 然后很关 但是试一下就 很久耶 很有耶 这个椅子是给我的包包做耶 你只是小特而已 你应该坐地上吧 但是 还没好吗 的那种就是 OK ok 然后当然就是 对工作人员很羞 剧主一定 私底下都有一些像名单的 他还在线上吗 我有遇过现场最夸张的是 有时候 因为一开始我们在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 可能没有配造型师 你可能要自带妆法 你可能上点底妆 或是说你今天像我这样子 画好妆到现场 然后造型师再帮你做调整 那有一些真的会觉得自己好像 IG粉丝有一两万人很厚 这样 然后就是到现场超速 然后就是 哦 不是说有造型师 我来 我干嘛要自己画啊 不是有造型师吗 嗯 然后超 因为通常都会叫你先带 至少带底妆 因为可以省时间 像你带一些高跟鞋 或是带一些 我们通常都会穿衣带衫 就不同风格 然后让那个造型师 挑那个比较适合 或是说他手边的东西搭配你现有的东西 可能会蹦出一些 比较棒的组合这样 就他什么都没带 他没有带 他就是人就是很素 然后很邋遢 然后说你造型师就好啦 然后 后来就好 真的没办法嘛 那你人都到现场了 今天就是发你来 那造型师好也 帮他赶快帮他画 因为主要造型师要顾好主角 帮他画画 就发现哇 台词也没背 然后 然后 讲话也不清楚 然后又耍太 而且你知道 造型师最忌讳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要跟他借东西来自己画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忌 你跟造型师讲说 你眼神没可以借我一下吗 我这边在补一下 那你这个行为 是不是在等于跟造型师说 你画的不好 对 或是说你碰他的东西 其实都是商业打忌 这样子 他就跟造型讲说 哦 我这个 你把我画的很老耶 那可能是角色需求 需要成熟一点 但可能不是他日常的妆感 其实那一天的大特是他 我真的就是小小的氛围 就是环境的 所以那种机会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 我会去记别人的台词 因为我知道他讲到哪里的时候 我要跟他应对 我可以做反应这样子 后来 大家就过来跟我讲说 你叫Mia对不对 我说对 那个台词你有背吗 我说我背了所有人的 他说好 你来 他就立马拆了那个女生的麦 然后扁在我身上 然后女生就 傻眼 就觉得 不是我今天才是今天的大特吗 这些的 然后到底都不讲话 就直接开拍 等于是我跟他交换角色了 他变成那天的氛围演员 我觉得台湾现在 除了有大男主义之外 有些真的是 公主病吗 很生气我就公主病 绝对不适合这个行业 其实这个行业很辛苦 就是有一顿没一顿的 就是你如果真的要走这样 在努力的过程中 的确会很不稳定 听你这个口气 感觉 那个剧组里面是有很多前规则 或是故事了 一定都有啦 一定都有 但我觉得最常遇到是 像你看我们的 形象还是有时候比较辣 很常被一些导演 就是会叫去说 欸 妹仔在哪里 啊我们现在在那个 集集集包厂 然后这边有制片 编剧 什么什么 很多人啊你来 我接受给你认识啊 然后 只要包厂干嘛 但你一听就知道 就只是叫你去陪喝酒而已 因为我说实在话 他们就是要漂亮的 要带得出场的 这种喝酒 我常常绝对讲不好工作 也不可能讲工作 顶多都是滑水带过 哦我下不信 OK再充沸啊什么的 就 男人装毕业场合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 我很不喜欢这类型的东西 我只有被带去过一次 跟我想象完全不一样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不会再去 我都各种的打哈哈 不好意思啦 宝贝我今天真的很忙 什么 啊说讯过啊 对对对 我都这种好没办法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很厉害的女生导演 还有一些星星导演 就是都是很很优秀的 然后我刚讲的那些都其实都是一些 嗯比较有资历的 我觉得大男人主义在这个业界 还是非常的 有点根深蒂固 但我希望台湾演员的现况的话 因为台湾的剧组还是没有很 啊请收啊请收啊请收啊 因为很多人在大陆排行 但因为他们就是 为了要找人 因为他们的剧组的那个文化太庞大了 比光一个神 哇塞几百部戏在拍啊 同一时间喔很惊人 所以大家最担心的是找不到人 嗯 可是台湾的演员的困境是找不到资讯 现在慢慢的开始有一些很棒的一些平台出来 像拍手的平台啊就是他们是很公开的 这样在上面让大家按主可以去刊登 然后演员可以去找到一些资料的 现在慢慢才有的 但之前是真的很难 我之前拍的东西都是 我去试镜 没有上 嗯 那可能是casting对你有印象 就是说欸 蜜亚上是那个没有选到你 但是我们手边现在有一个 新的 对我们觉得蛮适合你的 你要不要来试试看 所以我很多机会其实是从这边来的 台湾的情况就是我觉得 我遇过某导演就讲说 每次来试镜面试的人这么多 但说实在话啦 我们真的都只限看长相 我自认我不是主流漂亮 我说真的我自认不是 因为我也曾经被一个经纪人讲过说 你要不要转行 嗯 一来是你的身份 二来是你真的长得很普通啊 太美好是你长得太特别了 那可能真的不是业主你们会喜欢的类型 我那时候其实很生气 而且我觉得我都还没有做 你凭怎么说我不行 日劇或韩剧都是 你今天不管到几岁 你都可能有一个演主角的机会 再来是每一部戏里面 都有各式各样的人 很妙 就是即便他长得不好看 他戏很好 或者说就是会有一些各式各样 但是他们很包容 很多风格 他们就是要呈现角色的特色 但台湾会变成说 都要帅哥美女 就全部都要帅哥美女 你看像那个Netflix Post 跨性别的那个影迹 里面真的都是跨性别演员 亲一岁 不是演的 但我觉得台湾可能就会 在这方面就稍微保守一点 但也很多人抱怨什么 剧组伙食很差 然后设备不好 你自己的感想是 剧组伙食的话 我觉得其实都吃得饱 我觉得剧组很可爱的地方 都是都有下午茶跟宵夜 而且我觉得近几年的伙食都蛮好 而且会有非常多人来探班 会带些蒸奶之类的 蒸奶啊 零食啊 咖啡啊 甜甜圈啊 所以大家觉得剧组的伙食很差 是谬误 其实谬误 就是可能那个人平常吃太好 有些大概正在兑卸的时候 我觉得这样OK吗 因为有时候导演的直立是 你就摸他 然后你就是各种的挑 你就放开 放开挑动他玩 我说确定吗 这样子是可以的吗 那我不客气了 上次拍了一部戏 是在林依晨面前 跟另外两个男生 那种三批感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哇 但林依晨的戏 就是他会这样子 直勾勾的盯着我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 各种三批 各种 交产 就是有种幻想的场景 对 类似这种很迷幻的场景 然后镜头就这么近 然后这种事情 他就觉得说 就伸舌头 你知道台字里有人伸舌头 我就 但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 就是在大咖面前 然后做这件事情 但我相信 就是越知名远言 他们是越尊重专业 他们都是可以配合 绝对 因为 其实现场的话 已经是非常非常安全 是很安全的 然后而且我们 即便是一些亲密系 都有所谓的亲密指导 就像武打系的动作指导 我们现场会有一个亲密指导 然后教你怎么 呈现一个 在最安全的状态下 然后还是要呈现一种 有些高潮啊 或者说有些的感觉 对在做这个事情 亲密指导会教一些什么 比如说你要怎么借位接吻吗 还是你要怎么样 演好高潮吗 或者说 我觉得亲密讲很厉害 是他会教你用一个 不只是借位 有些人是真的摸上来 他会先问你说 哎那男生可以摸到你的哪里 这样子 所以他会先讲 然后在一个 没有太冒犯的情况下 但是因为是镜头的关系 镜头的语言 会让整个画面呈现的 哇 你会倒抽一口戏 但实际上真的没有 昨天喔 打工的地方开会 然后开会完 所以我们去别的地方 小组一下 然后那个吧天主 就跟我讲说 哇 没有你真的是我看过 比女生还漂亮的人 等一下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比女生还漂亮的人 就等于是 没有把你当女生 你知道那种感觉吧 我怎么不应该 对啊 就是 怎么叫做 比女生还漂亮 那 所以我要讲什么 谢谢 所以是我们是外星人吗 对啊 我想想Thank you 还要感谢你 对于台湾很多男性的 观念就觉得 哦 啊变性的女生 不是女生啊 对 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大家现阶段的状况是 大家都是以为我们就是 哦可能是人妖 然后要做之类的工作的 或者是 哦你们是Drag Queen 但我们跟Drag Queen 又完全是不一样的体系 对啊 但大家现在对跨界面 因为不了解 嗯 所以都是用这种嘲笑 戏虐的方式 刚刚我在拍戏的时候 我其实最常遇到就是 在做造型的时候 因为我们面对镜子嘛 嗯 然后那个 发型师就这样 一直在看 打量啊 打量啊 你可能以前没有遇过 嗯 就那种 诶 可以问你一个很没有理由 嗯 起手势 对起手势 但是你看她的脸 你知道她要干嘛了 我看 你有遇过吗 你有遇过吗 你没有遇过 醒不来 嗯 然后想说 可以问你每一人包问吧 然后就想说 哦那你不想讲也没有关系啦 就是 可是我真的很好奇耶 真的都这样耶 真的都会这样子讲 然后不然就是 然后我觉得 你不一样哦 但没有关系 我不会跟她讲 我看得出来 我做这个还中午的酒客出来 没关系 你做你自己 你做你自己 都这种 但其实你知道她的方式就是友善的 然后不然我去 以前在拍摄的时候 遇到一些老剧主 摄影大哥 嗯 都会那种 我说 要摸一下吗 我说 摸一下啊 你 以前嘛 十八 要先摸一下 啊 真的耶 太严重了吧 不是那种事情 但是因为 你当时还非常的新 然后你也不是什么 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大家在 这片段里面 你真的就只能 人气吞声 所以大家对 跨性别人 我觉得现在都还是取决在 建立在一种 因为 你没有被认同是女生 所以大家觉得跟你讲这种话 没关系 我觉得女生也会开玩笑 有些比较 开放性 也不说开放 我就说 嗯 朋友的局 之类的 那可能是 女生知道你的身份 可是其他男生不知道 但有些男生可能表达 对你的喜欢的时候说 哇 我觉得爱你很漂亮 我觉得美娅很正耶 有些女生就觉得 哦真的假的 你口味很特别 他也知道他们 他们以前是男生耶 之类的 他变性的 他不是真的女生耶 你怎么会这样喜欢他 有些比较可恶的不会这样讲 其实跟可恶的不会这样讲 其实跟可恶的讲说 可是他十倍 就直接这样讲 所以就是我觉得 反而有时候大家对 即便是女生对我们 有些还是充满着 攻击性 我只是说台湾化学员 都好辛苦 你知道大家会有一个刻板印象 你怎么可能演的好妈妈 或者说你怎么可能演的好一些 呃女生从小到大 需要经历的一些啊 你什么精通啊 你又没经历过 你怎么会演 对你怎么会啊 不要啊 这个角色不适合你啊 后来真的是遇到一个贵人了 然后也是那个导演提醒我说 嗯 有小孩这样子 他说我想要推你这一支 会不会成我不知道 但是 我们试试看 嗯 所以他真的是说服了 呃案主 就是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们说 诶 我推荐加持他很适严的角色 那你不要看他照片这样 我觉得他做得到 后来是从那一支广告开始 才让大家看到不同的面向的我 就是 哦 你可以耶 就是你好像真的可以揣摩了 而且你跟那个女儿好像哦 就是好像真的是你生的耶 我只要人家跟我讲说 诶可以问一个没礼物问题吗 我就走人 不想去面对 而且有些人很快 他就是要看你这个表情 嗯 就是 我 他就是想看你错愕的表情 对 然后他就跟别人讲说 诶诶对喔 我说对 我听你了这样 我就说 我就说这样 好排斥喔 会不会是因为 从小的综艺节目 都把跨性别当作是 你还猜猜看谁是男扮女装 这样子 我觉得是耶 以前的综艺节目的确都是 戏虐比较短 对 就把跨性别当作是玩具 你看就像以前的菜头前辈 算是台湾的第一代红顶艺人 但是你看他上节目的时候也都是 用耍宝搞笑的方式 就是让大家觉得说 喔 这是跨性别人吗 或者说 喔就是那个样子吗 大家就是想看这个 即便现在 你有参加国光吗 我有参加国光啊 然后我非常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 我要郑重曾经 非常不喜欢 因为我去社长的时候 然后他叫我 讲别人的故事 那不是我亲身的经历 他说那你就讲这个 我说What the fuck 这不是我的 这不是我准备的故事啊 他说你讲这个 而且我是 遇到我准备的故事的时候 被修得很夸张 被修到我就 蛤 这什么意思 这已经不是我了耶 对啊 而且你在讲的时候 你会有点心虚 因为大家要的是 哇真的假的 或是爸爸之类的 然后不然就是 真的上去的时候 他们就会讲一些 那你可以学女生一样 就是撒娇吗 嗯 什么叫做学女生一样撒娇 对啊他们就打从 那个底层 就没有把你当女生 没有 就觉得你就是来做效果的 那我来讲 就是我非常不喜欢国光 对不对 很爱消费女性 而且我觉得你们为了流量 有点走火入魔 然后流量还没有我好 所以 继续努力 我上过台湾的节目 然后也有上过大陆的节目 但一样针对这个问题 那大陆帮我安排了一个 哦 你是这个身份哦 那你应该来当我们的 联谊节目的两性作家 或是两性评论员 因为你比较懂 两边的性别的想法 但是 当你上了台湾 可能像我刚刚说的国光 你哪座多大啊 这样 然后就 哎呦哎呦你变性了 你怎么交男朋友 这样有人要你 就这样 终于节目 我刚跨出来的时候 然后有一次参加通告 我已经录取了 然后到现场的时候 然后工作人员就跟我说 哦 哦 你是这种哦 但我们要的是真的女生 不是你这种 那你通告费先给你好了 那你今天可以先不用了 没关系 哇你跟我状况很像欸 对啊 因为我之前参加一个 外景节目的海选 就是真的是大家 在那个casting的地方 就是上百位女生 然后那种S型 那样从地下室拍拍拍拍 拍到楼上转弯 那种就是大海选 反正我最后是第二名选上的 然后第一天出外景的时候 就是都没事 虽然假如第二天 我们大早六点在梳化的时候 哇自助人气不忽冲进来 下场 男生哦 你怎么没有讲 我就说 蛤 蛤 我就 好尴尬 天哪 太尴尬了 没有啊 他们说你是男生呢 其他被悬上的女生 然后就是跟他讲这件事情 哇我试着要崩毁了 那那怎么办 我已经录了前面三集了 我后面要继续录吗 我还要再录两天 而且我们在深山野岭 我们是要 你要自己下 他叫你自己下山吗 还是这样 没有他就是很气 他气到我就觉得 天哪我是要继续录吗 其他的制作单位 跟主要的艺人就讲说 他们觉得 Mia主持的很好 而且Mia会做功课 之类的 他了解地方的什么什么 我觉得有他才是好事 他可以补充一些 我们没有讲到的东西 然后所以我才继续留着 那很多姐妹好奇 就是像你做模特 你平时有怎么维持你的外貌 一个你觉得最重要的点 运动 Why 对 我就现在医美非常发达 那我觉得医美保养 还有或者是说保养品保养 或是打打肉毒 填充的都无所谓 这都是脸上而已 但是什么东西骗不了人 身体骗不了人 就是你整人的状态骗不了人 你今天花再多钱在 在保养上 但是如果你都完全零运动 代谢会不太好 会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而且这个代谢的高低 其实会在你的脸上 你的肌肤上 其实就是感受得到的 我觉得姐妹们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自卑 但那个自卑 不是简简单的 你抬头顶胸 OK 你就乐观做你自己 HELLO做自己 这三个字非常容易讲 但真的要做到有多难 其实非常难 你要做自己的前提是你要够了解你自己 跟你要够肯定你自己 我花了七年的时间 才慢慢的做到这件事情 很多人问我说 我明明是中山一别的 为什么我要进这一行 我希望我们姐妹们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大家都有权利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因为我会有这个启发心 我在手术的时候 我隔壁床也是一个姐妹 后来我们在医院 在附近的时候我们就聊天 我说那你出去要干嘛 她说做酒店啊 我说你弄得那么漂亮 然后你底下也做了 然后存了那么多钱 我说还要继续做酒店 她说那你有办法做正常工作吗 其实听了有点悲哀 我觉得 好惨 为什么姐妹们只能做这个工作 所以我就觉得天哪 我今天有这机会 继续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也想到其他姐妹们知道说 我们可以做 不一样的工作 对想做的事情 我们可以 台多挺胸 我们可以发光发热 我们可以带给一些人 正向的影响 但我朋友们会说 但你从来不承认 她说你都没有承认过 那这些姐妹们 怎么会知道你真的是 这样的过去呢 她觉得 应该是时候要站出来 对 所以就这个时候接到FHM的专访 我就觉得好 那我试试看 我才正式的在 2020的时候 接受这个专访 我才正式的跟大家说 其实我的过去是这样 这样 虽然那时候粉身数就像 啪 掉了五六万 但无所谓 没有关系 因为我相信留下来的人 就是真的是爱你的人 那也因为讲出来了 我觉得我现在超级轻松 我现在真的是放护照 我从小是很讨厌我爸 因为我爸就动不动就走 但就是因为我娘腔嘛 我只要头发有点长度 我是不是半夜 突然被抓起来 这样被抓去剃头发 这么严重 到这个程度 我之前公开的一些高中的照片 我都是平头 都是寸头 就是被提的 所以我为什么考中三一 是因为我想要考一个 离台东最远的学校 我那时候其实大学四年 一年只会去一次 开始慢慢做自己 然后穿的比较中性 然后慢慢头发开始流畅 是在学校的时候吗 就在大学的时候 也因为这样 所以因为我回到我家庭生活的话 我爸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我每次过年回家的时候 我都要把头发绑起来 然后压低声音 然后戴帽子干嘛 我爸已经有几百次想要 趁我睡觉的时候 把头发剪掉了 但一直到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那时候留在台中工作嘛 然后我姐姐就 我打电话跟我讲说 你要不要回家一趟 我就说 怎么了吗 爸爸的样子很乖 你学一学相关的 你知道你回来看一下知道吗 之后在台湾车上 我打电话说 爸我到了来 你在哪里 你不知道来接我 我不夸张 我爸大概就这个距离 我这样拿到电话 我认不出他 我爸在我印象中室 真的很窥悟 因为我爸是职业军人退役的嘛 很快 然后剃个小寸头很帅 然后皮肤很好 又黑的 他那时候的他是整个瘦到 眼睛是骨头 然后眼窝是凹进去 眼睛有点凸出来 然后肚子这么大 后来晚上睡觉 所以我爸那个满满的附水 真的那么大 他没有办法正躺 他都测躺 然后我就听到他很喘 喘气了之后 我记得我整晚没睡 我就这样看着他 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跟我爸讲说 你爸 我去看医生好不好 我爸一直来觉得说 man啊我ok啦 然后真的是好说歹 所以我们到台东的大医院之后 先验那个抽血嘛 后来验癌症指数 做切片啊然后检查完的时候 我爸回病房 然后他就叫我跟我姐出来 就说 你们可能要点心理准备 因为已经是肝癌的默契 你们就看要不要好好跟爸爸说 所以我马上就是跟台中那边说 我就说我先离职 到跨离职先照顾我爸 就陪他这样子 在医院那半年 真的是我跟他相处最久的一次 那我觉得很可惜的地方是 他在迷流的时候 很气喘续续的我想说 你头发有那么长 你要不要剪掉 我还是希望你一样刚一点 比较不会被欺负 他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力气了 我在跟他讲我的状况 就是我其实不是给 但我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男生 我还是要是一个正常的男生 我还是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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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